嗨,大家好,我是Bala,来自CR Entity中国分公司Cyter。 今天我和我的同事Iffy Wright将简单的从业务和开发者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一下Juple。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Juple和不知道Juple的人能够对Juple有一个简单的认识。 还有会介绍一下Juple在中国的一个发展情况。 首先,花一点点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CR Entity以及宁波分公司Cyter。 CR Entity成立于1995年至近20年的历史,是一家全球化的IT软件服务企业。 目前拥有员工2000多名,是一家多元文化的企业。 Cyter Entity在巴西城多次被评为最适合工作的地方。 同时它也是IAOP外包企业前100强。 这是非常不错的。 Cyter Entity在这些国家和城市都有部署针对客户的人员。 这些人主要是比如说项目经理、解决方案架构师、解决方案分析师等等。 而作为开发中心的目前主要还是巴西和中国。 这些是Cyter Entity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的一部分。 其中有很多都是跨国企业,比如说麦当劳、可口可乐、沃尔玛、摩托罗拉、强生、辉瑞等等。 还有像强生和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与Cyter Entity已经保持了长达6年的合作伙伴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还在持续。 那么Cyter Entity和Juple有着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Cyter Entity做Juple已经有8年的时间。 到目前为止,总共Juple的开发人员达到300多人。 其中有30多个,也就是10%左右的开发人员获得了Aquia的Juple开发者认证工程师的资格。 那Aquia是什么? Aquia是Juple的创始人成立的一家针对Juple云服务解决方案的一家云主机服务公司。 它里面的人基本上都是Juple的专家。 Cyter Entity同时也是Juple社区的支持者。 如果大家对Cyter Entity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以下的列阶,访问到Juple的官网,来了解一下Cyter Entity和Juple的关系和历史。 下面是介绍一下我自己和FWrite。 我是Cyter Entity的Juple加工师。 从10年开始接触Juple,那个时候我用的是Juple 6。 Juple 6那个时候的开发方式是单纯的面向过程的。 然后那个时候之前是做PHP,然后做Juple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Juple好特别。 它不只是PHP,它还有一套自己的一套开发方式。 但是后来还是觉得它蛮有趣的,因为后来发现它其实很方便。 因为有很多社区模块可以给你使用介绍很多开发的时间。 去年我也获得了Aquio的认证开发式的资格。 我在Juple的官网上也有自己的主页。 如果你搜索我的名字,你可以看到我在Juple官网的一些简单的贡献。 我主要就是用了人家的模块,然后发现人家的模块有问题,然后进行一些反馈。 如果自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然后生成一个patch, 然后提加到社区上给大家review。 还有一些就是做一些翻译等等这样的工作。 我在Github上也有自己的主页。 Github上主要也是针对Juple的一些代码工具等等这样的一些小东西。 不是很多,但希望在将来能够分享出更多的针对Juple的一些有用的东西给大家。 下面让我的同事AppLite来介绍一下他自己。 AppLite, please。 Hello,大家好,我是AppLite,陈永队。 我目前在CNT,宁波分公司担任开发大师职位。 日常主要从事一些Juple的网站架构,解决方案, 以及自动化部署等相关的一些事情。 Juple是从2007年开始接触的, 那时候大部分站点还是使用Juple5版本在开发。 目前Juple已经发展到Juple8了。 同时现在我也是Acura的认证Juple开发大师。 要获得这个称号呢,你必须通过下面的这三个认证考试。 认证的前端专家,认证的后端专家,以及认证的开发师。 通过这三个认证考试之后,你就可以获得Acura认证Juple开发大师的一个称号。 在社区的反馈以及参与方面呢, 平常会去上海参加Juple的Meetup, 还有每年一度的JupleCamp, 并且在14年15年分享了一些关于Juple的一个主题。 今年呢也非常有幸的去参加洛杉矶的JupleCamp, 并且分享了Juple在电子商务方面的一些应用。 关于我对Juple模块的贡献以及跟Juple相关的一些工具代码, 可以参考下面的几个链接。 下面就有我的同事Bala先跟大家来讨论一下Juple的一些相关东西。 谢谢FRID。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的介绍一下Juple。 Juple是什么? 在介绍Juple是什么之前, 希望讲一段小小的Juple的历史。 Juple是1999年到2000年之间, 有一个大学生叫Joyce。 那个时候他们在大学里面, 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是比较昂贵的。 所以他们他跟几个同学之间呢, 用另外一个同学的ADSL网络搭建了一个小型的无线机遇网。 那个时候他们七八个人有这么一个机遇网进行沟通、聊天、交流一些技术。 但是他们发现有这么一个机遇网还不够。 然后Juple决定去做一个非常小的论坛。 然后他们可以把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已经非常简单的, 比如说我今天吃什么? 学校里发生什么新闻? 这样的一些内容放到这个小型的论坛上面。 那个时候这个论坛还没有名字, 直到Juple毕业之后, 他们几个同学觉得还是有必要保持联系。 所以Juple决定把这个论坛放到互联网上。 那个时候他寻找了一个域名叫Juple.org, 这么一个域名来作为他的论坛的域名, 然后上线了。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加入到这个论坛, 然后来讨论一些web技术, 然后分享一些知识。 然后后来他们这些人决定把这些想法去实现, 然后把它应用到当时Juple.org这个网站上面。 Juple其实就是这么慢慢的发展起来的, 直到现在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的一个社区。 Juple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主要因为还是它的那个名称Juple, 它的一个荷兰的发音Juple, 它的意思就是Juple, 然后是由这个荷兰的发音的这个词转化过来的, 延伸到现在的Juple这个词。 Juple是什么? 回到我们的主题Juple是什么? Juple,如果你去搜索, 你肯定知道它是一个CMS, 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国内也有人叫它Juple。 Juple,它作为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但是呢,如果你用Juple, 你会发现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举个例子, 它是一个模块化的一个架构。 这使得很多人呢, 可以写自己的模块来对Juple做很多事情, 五花八门的事情。 它更像是一个框架, 各项是一个平台。 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4多年的时间了。 然后呢,14年的统计, 全球差不多有100多万的在线的网站是使用Juple的。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另外,Juple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点,我特别是觉得针对像我们中国的开发人员, 或者是中国的希望用Juple去做网站的公司。 提供一点信, 就是它这个本地化的方案, 其实非常方便的。 它可以非常轻易地将一个英语, 比如说将英语翻译成汉语。 因为它的整体的核心的翻译, 以及一些社区模块的翻译, 来自全球各地的志愿者, 都会将这些核心的和贡献出来的一些模块, 里面的一些文字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这点使得Juple能够在全球各个地方发展得很好, 这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一个社区的作用。 你不只是可以将一个英语的站点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你在安装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将它安装成自己的语言。 比如说像我们可以安装成汉语。 Juple的一个框架是NPC的一个框架, 它的主题, 也就是它的显示层和核心和业务逻辑是区分开来的。 针对安全性方面的话, Juple是遵守OWASP的安全标准的, Juple也有专门的一个安全团队, 会负责核心的安全公布。 如果有漏洞的话, 他们会及时发布补丁,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应用这样的补丁等等。 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 跟一个团队在维护着Juple的核心。 目前Juple的稳定版本是Juple7, 我开始用的时候是Juple6, 那个时候Juple6的话还是一个面向过程的开发方式。 之前说了, 它有自己的一套开发方式, 你要定义模块, 你要怎么写, 你要定义主题, 你要大概是怎么样去做的。 但在Juple7的时候, 它开始慢慢的接受一些面向对象的一些方式。 但是它还是保留了Juple原本的一些面向过程的一些写法。 但是Juple7在面向用户和面向开发者, 这两个方面都有相对于Juple6来讲, 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Juple8现在的话还是一个Bet版本。 Juple8的话, 它是一个革命性的升级。 它摒弃了Juple核心的很多部分, 很多东西, 然后引用了Symphony2作为它的组件和核心的部分, 做进行开发。 所以对于那些做PHP开发的人, 去学习Juple8, 可能会比用Juple7更方便一些。 你可能要会PHP, 然后只要简单的了解一下Juple8的一些工作方式, 你就可能可以对Juple8进行开发, 然后进行使用了。 后面FWrite会给大家介绍一下Juple8的一些不同之处, 以及它的一些优点相对于Juple7来讲。 这张图主要是一个从Juple7的简单的架构分析。 我们从下面往上看。 数据库,目前Juple支持的数据库是MySecure,PostDegreeSecure, 还有Juple7开始支持的SecureLite。 如果你想要支持SecureServerOracle和MangoDB这样的数据库, 那你需要去社区上去找到这样的模块。 它也是有这样的模块, 人家开发完之后贡献出来的。 现在多来说,也还是比较成熟的。 Juple8的文件系统,也就是Files。 Files一般指的是比如说图片啊, 你的PDF和Word这样子的一些文档, 你上传上去的一些文件。 Juple是可以对它进行单独管理的。 一般文件的话在Juple的管理面分两种。 一种是公开的,也就是任何人都能访问到的。 这些文件是直接由你的web服务器来管理的。 另外一种是私有的,也就是private的这样的文件。 它是由Juple的PHP去管理的。 也就是你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 其实通过了Juple的PHP代码。 你可以更好地去控制你这个文件的访问权限。 比如说哪些人,哪些角色的人可以访问到这些文件。 Database layer,数据库这个列阶层的话, 它主要提供了一些数据库的一些API增上查感的这些操作。 它是不分,它是一套接口针对所有的数据库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右边介绍的是一个multiple size,也就是多占点。 什么是多占点呢? 也就是说你可以使用Juple的一套原代码,一模一样的原代码, 去服务不同的域名,然后你不同域名下的数据存在不同的数据库里面。 或者是如果你使用同一个数据库, 然后用不同的表前缀来分离不同域名下的数据。 它的设置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要配置一个文件size.php, 这文件里面加入你的域名以及你对应的数据库的配置, 用户名密码数据库服务器的IP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 然后你DNS配置指向你这个Wive服务器, Juple就可以轻易的帮你解决这个域名的定向问题, 然后deliver,分发相应数据库里面的内容。 上面一个红色的小方块是Juple核心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模块。 Scheme的模块主要是提供了一些API, 比如说你创建了一个新的模块, 你可以用这个Scheme的API去创建一些数据库表。 然后比如说在你模块升级的时候, 比如说要对数据库的表进行修改, 你都可以用Scheme的API去操作。 那Entity是Juple核心引入的一个概念, 对比如说你的用户你创建的内容, 比如说你文件都是可以认为是一个Entity, 它是面向对象转换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 Juple6是面向过程的, 然后Juple7引入了面向对象的概念, 然后Juple8是纯面向对象的一个设计。 有点这个意思。 Juple核心的Cache, 它主要是将一些缓存东西存入到Juple的Cache表里面。 如果你打开Juple数据库表, 你会发现这些跟缓存有关的表都是以Cache下缓线打头的。 如果想要更好的运用Juple的Cache, 其实我们应该避免比如说避免少访问数据库, 而利用现在更有效的内存这样的缓存, 比如说mem cache,redis这样的缓存, 去Cache一些常用的数据。 Juple的设计模块已经提供了这样的一些模块, 然后已经非常成熟了。 像比如说前端代理的webproxy这样的finish这样的缓存, 也是有相应的模块的。 你只要装起来,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配置, 根据它的介绍做一些简单配置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user, 一些最基本的功能比如说注册, 用户创建, 修改密码, 用户删除等等, 这些非常基本的用户权限等等这些操作, 都已经在这个模块里所包含了。 路径, Juple默认的路径当你创建一个页面的时候, 它这个路径是Node-Node-ID这样的形式。 它是一个机器的一个路径名称。 你用了Path这个模块之后, 你就可以将这样的路径创建成别名, 就是对于SEO, 对于人来讲更友好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Trigger的话, 就相当于比如说你做了某件事情, 接下来你触发了某一个世界。 比如说我填了, 我再一个联系我们这样的表单, 输入我的email地址, 然后我想要的信息, 然后提交。 提交之后, 比如说我可以触发一个世界, 给我的网站管理员发一份邮件, 说谁给我提交了这么一个消息。 这可以是准备Trigger。 这都是可以配置的。 那Locale的话, 主要就是本定化的一个操作。 就过核心的Locale, 做的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比如说增加新的语言, 然后将你的内容, 页面内容翻译成其他的语言。 但是你很多的配置, 比如说你页面上的字段的一些配置, 要翻译成其他的语言的话, 你需要建筑设计模块, 有一个叫Internalization的一个模块, 去安装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翻译很多很多的配置, 介绍什么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Filt, Filt是什么呢? Filt就是说你在创建有一些文本框里面, 你可以比如在文本框里面输入PHP, 然后这些PHP可以在你这个页面, 加载的时候被执行。 你还可以输入一些HTML代码, 或者说你只允许输入纯文本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都是通过Filt这样的东西来实现的。 Stream的话, Juho目前提供的几个默认的话, 就是公开的文件的一个Stream, 它主要是PHP的一个Stream, 一个自定义协议, 还有比如说私有的Private的一个协议, 还有临时目录的Temporary文件的一个协议, 就主要是这三个, 但你也可以通过继承它Stream这个类, 来定义自己的一些Stream协议。 还有Session, Juho默认Session是存在试据库里面的, 如果你想比如说在你FoBus的情况, 你希望用Mem Cache, 那你就可以用装烧Mem Cache这样的模块, 来将Session存在内存里面。 另外Juho的日子, Juho的日子主要是分两种, 一个是数据库里面的, 还有一个就是系统里面的日子。 一般情况下面的话, 你占点比较小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数据库的日子, 因为数据库的日子, 你可以直接在Juho的管理员界面, 查看到你的访问情况, 有没有什么Adlog等等这些信息。 如果是相当来说访问量比较大的, 我们还是推荐就是说设置成系统的缓存, 将这个log写在系统的日子里面。 这步是可以这么做的。 另外Juho它使用的一个JavaScript的框架, 主要还是用JQuery, 将JQuery分装在里面。 要提大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PHP的工程师, 然后你不是非常了解JavaScript的, 或者是只会一点点的JavaScript, 你也是可以写出完美的2架X请求的。 因为Juho在这个东西已经分装到PHP里面。 如果你去学习Juho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一下Juho怎么去完成一个2架X请求, 它分装得非常好。 你要实现这么一个2架X请求, 基本上你可以不写代码, 或者是非常非常少的JS代码。 你就可以完成这么一个操作了。 非常的酷。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模块, 我就不多介绍。 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也可以去Juho的社区上找到我们, 然后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什么? 那接下来讲Juho的勾子。 勾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在Juho里面。 它是联合其他模块与Juho核心一起协作, 然后你其他模块可以对Juho做很多事情。 那这些都是通过勾子来实现的。 举个例子, Juho的默认的注册页面, 用户注册页面, 它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制端, 比如说email, 密码, 这样的一些制端。 然后你希望比如说在这个注册的email里面, 加上你的信和名这样的制端。 那你怎么实现? 你可以在自己的模块里面定义hookformout, 这个就是用来修改表单的勾子。 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些信的制端。 然后你也甚至可以在你自己的模块里面对你这整个表单的渲染进行修改。 你可以自己定义自己的渲染函数, 去修改你登前页面这个表单的渲染方式。 但如果你开始学习Juho port的时候, 比如说在写第一个模块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些例子, 比如说去定一个menu, 那你就会用到menu的hook。 然后你对menu设置一个权限, 就是只有登录的人才能访问menu。 那么它会有menu的hook, 有permission的hook。 Jupload的hook有非常多。 这里Jupload有一个站点, api.jupo.org这样的一个网站。 它里面你可以搜索所有Jupload的勾子, 以及它里面的一些其他的API。 然后你能看到每一个函数的实现方法, 因为它是开源的。 然后包括这个勾子的使用方法等等, 它的每一个参数的介绍。 然后下面还会有比如说谁会贴上来这些hook的一些实用的例子。 也是非常好的帮助你去学习, 然后去使用。 我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都是打开API.jupo.org这个页面。 当我碰到不熟悉的勾子的时候, 我就会用这个网站去查一下API的使用方法。 上面社区模块和自定义模块的区别在哪里呢? 社区模块主要其实还是来自于一些自定义的模块。 然后这些自定义的模块, 那些开发者将一些通用的一些功能把它做成一个模块, 然后共享到Jupload的社区里面。 然后这些模块它是可以被人家下载下去, 然后如果人家发现有问题是可以给这些模块开bug的。 然后你也可以打patch到这些模块上面。 这主要就是社区模块呢, 它是有很多人一起在网上在贡献的。 那自定义模块主要就是说除了社区模块和核心模块之外, 这些功能所不能满足的前提下。 然后你才会自己去写一些自定义的一些方式来完成你自己的一些业务逻辑等等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不推荐就是一开始你就想着去写一个自定义模块。 你一定要先去社区里面去找找看有没有适合你的模块。 或者说这个模块可能跟我的业务需求差不多, 但是它还是有一点点不太符合。 那么你可以考虑一下, 比如说能不能把它提炼出一些公共的地方, 将你的这部分东西作为patch打上去, 然后将这个模块的功能进行扩展。 这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模式,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将自己的东西贡献出去。 然后因为你在用它的时候, 其实你要反馈回去, 然后这样的社区才会发展, 然后你才会从这个社区当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主题呢, Juple的主题, 这里我想讲的主要一点就是说, Juple的主题它有主题和主题之间是有关系的。 它主要就是说一个继承的一个关系。 举个例子, 在Juple的官网上面你会找到非常多的主题。 有一些非常常用的, 比如说自适应的主题, 现在非常流行的自适应主题。 它比如说Bootstrap这样的主题。 它定义了一个基本的样式, 你把它下载下来你是可以用的。 你比如说在手机上面, 你看到的menu是收起来的, 在桌面版本上你看到的menu是展开的那样子的。 你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其实样子也还可以。 但是你希望更漂亮一些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写一个自己的主题, 然后将你的主题从Bootstrap这个主题上面继承下来。 那你就可以拥有Bootstrap里面做这些主题里面的,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 包括一些JavaSquare库啊, CSS啊, 你都可以进行下来使用。 那你就可以省掉很多的时间, 然后做一些你真正感兴趣的部分。 这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于JavaSquare的一些价格分析呢, 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 针对JavaSquare的主机服务列举一二。 我这里是在JavaSquare的官网上找出来, 就是其中的一部分JavaSquare主机, 因为他们也在回馈JavaSquare, 所以JavaSquare在官网上呢, 会列出他们这些主机服务。 其中Aquia的话, 之前有介绍是Jaius, JavaSquare的创始人创建的一个公司。 然后KermosGuys啊, Platform.Edge这样的, 也是针对JavaSquare的定制的一些云的主机服务。 那国内的话, 像阿里云, 像我们也对阿里云, 也有一些JavaSquare是放在阿里云上面的, 国内的一些公司是这样子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Google上去搜索一下。 还有一些VPS等等这样的服务器, 有非常多。 接下来, 看一下谁在使用Juple, 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网站, 他是用Juple做的。 我这里截了一部分的图, 我说我知道的一些网站。 比如说Twitter的开发者网站, 麦当劳的网站。 还有Lush, Lush是做手工相造的。 它是英国人家公司, 也是一个跨国企业。 它主要是零售这种手工相造的。 这是一个Lush的电子商务的一个网站, 你可以在上面购买东西。 它是一个用Juple做的。 然后还有扬升, 日本的扬升站点, 还有特斯拉, 还有美国白宫, 它的政府网站也是用Juple做的。 包括澳大利亚, 英国, 他们的政府也是用Juple做的等等。 这里的例子, 主要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Juple作为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或者说它可以做一个更复杂的一个电子商务,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展示, 跟其他的系统进行集成更复杂的一些东西。 它不仅仅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它更像是一个框架, 或者是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国内有哪些网站是用Juple做的呢? 其中比如说盖尔奇, 善成, 中国强生, 这些网站都是我们公司开发的。 这些是用这些跨国企业的一些网站在国内, 是用Juple做的。 那还有一些国内的其他的一些公司, 接触工程系, 这些是学院里面的一些网站, 可能是某个学生知道Juple, 然后用Juple给学院里面做了这么一个网站。 那这里有一个叫JupleChina.cn这个网站, 是用Juple做的。 它呢, 里面呢, 就主要是我们推荐, 就是说如果你英文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面, 你可以去JupleChina.cn这个网站, 去学习一些Juple的相关的知识, 里面有很多人分享一些自己的国内的人, 分享一些自己Juple的一些经验。 然后中国国内有一些聚会在上海啊, 还有广东深圳等等这些地方会有些聚会, 那么他们都会在JupleChina.cn上分享出来, 然后你可以去大家喝杯咖啡, 聊聊天啊, 大家交流一下技术, 没准能碰出火花呢, 对吧, 等等这些网站, 非常多。 我知道也有一些QQ群啊, 或者是微信群, 里面都有一些做Juple的人, 大家在里面进行交流, 分享自己的经验等等这样的地方。 大家可以尝试去JupleChina.cn去了解一下。 好啊, 下面呢, 将由我的同事艾弗莱特给大家介绍一下下面的内容。 OK, 现在我们聊一下国内的公司如何应用Juple, 并且使用Juple来实现自己的业务, 从中受益。 最简单的, 你可以使用Juple快速搭建企业的一个门户网站, 或者营销宣传网站, 又或者是企业的博客平台。 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Juple来实现企业的一些电子商务网站, 在线销售企业的一些产品。 也可以与现有的企业内部的一些平台进行集成, 实现互通。 还有Juple的多语言的支持, 对一些国际化的一些企业, 可以非常轻松的实现企业网站的全球化布局。 针对近几年移动设备的一些普及, Juple也能很方便的针对移动设备, 开发自适应设计的一些网站。 当然, 也可以提供为一些手机APP提供一些后台的数据服务。 Juple8更是倡导移动优先的理念。 Juple社区有成千上万的第三方模块可以使用。 几乎市面上流行的一些技术, 包括产品, 可能都有相应的模块实现。 对于快速开发一些网站, 发布网站, 面向市场有很多的一些速度上的优势。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Juple是开源的, 免费的。 任何人和企业都可以免费使用。 从而减少一些专利啊, 授权方面等费用的一些开销。 当然, 对于一些网站的前台界面, 包括主题啊, Juple都有很灵窝的一些模板机制。 社区上也有很多第三方免费的一些主题。 当然, 你也可以使用一些第三方免费的主题, 在这主题之上, 开发自己的直主题。 从而实现Juple的灵活的开发, 和主题的灵活切换。 快速打造漂亮的自适应设计的高兴的站点。 下面聊聊国内的开发者, 怎么去参与到Juple的社区, 以及使用Juple来开发一些产品。 Juple社区用过众多的支持者, 去参与核心的开发, 当然也包括模块, 主题, 补丁等开发的反馈。 也有很多的人员参与文档的编写, 教程的编写, 包括一些本地化的翻译工作, 来完善整个社区。 你也可以参与到一些本地的 Metup, 或者是JupleCamp, 又或者是JupleCall, 与更多的Juple开发能源相互的交流沟通, 分享相应的经验或心得。 如果你是一个刚入门的Juple开发者, 你也可以从社区当中能够了解到 很多关于Juple的一些学习资料, 包括一些事例, 教程, 你可以快速的来提高你的开发水平。 当然, 不是说所有的站点, 所需要的功能都需要你自己去开发, 去开发这些模块, 开发那个模块。 因为Juple社区已经有成天上完的第三方模块可以使用。 大部分你所需要的功能, 可能人家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只是去下载配置, 去应用而已, 就这么简单。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对Juple已经比较熟悉的开发人员, 现在又想对社区做一些自己的反馈, 你可以参与其中。 只要你愿意去分享, 去参与, 大家都是非常欢迎的。 你可以发布自己的一些模块到Juple社区, 又或者在使用模块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 把这些问题去修复, 去提交补丁, 又或者是去参与一些翻译的工作, 写Juple的一些文档啊, 教程等等, 都是对于Juple社区的一个反馈。 相信九二九四, 你就会从参与Juple, 及分享Juple的过程中, 学习到更多开源产品的一些优势, 对自己本身能力的提高, 也有很大的一些促进作用。 目前的话, 国内的一些社区的爱好者, 大部分都在一些一线城市, 北上广啊等城市。 当然国内有很多其他城市, 包括杭州啊, 宁波啊, 成都啊, 之类的城市, 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员, 在参与及使用Juple。 我记得07年的时候, 在上海刚开始接触Juple的时候, 基本上每个周末, 大家可能都会坐在一起讨论, 去分享一些Juple的使用经验, 一些技巧。 当然现在也还是在持续的, 只不过时间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可是从8月份开始, 也就是这个月开始, 为了能够有比较充足的一个准备, 而一个有高质量上的一个分享。 上海的Midup, 已经改为两个月一次举办。 呃, Juple Camp, 相信大部分Juple人员都参与过其中。 呃, 国内的Juple Camp, 是从13年开始举办的, 到现在就是每年举办一次。 呃, 目前基本上都是在上海举行。 呃, 我们CIT宁波的, 也是每次Juple Camp都会有大部分人员去参与, 到Juple Camp当中去, 也会对Juple Camp的一些会议提供一些赞助。 呃, 在上海也有每月一次的一些Juple CampHour啊, 在北京, 深圳, 当地, 呃, 也有相应的一些Midup这些去。 当然, 大家也都会参与到每年多次的Juple Global Training 的活动当中去, 宣传, 推广Juple的使用, 以及号召更多的人员参与到Juple的大家庭当中来。 好, 呃, 呃, 来聊聊关于即将发布的Juple 8, 看看呃, Juple 8为我们带来哪一些, 呃, 新的精彩的改变的点。 大概的概括一下, Juple 8新的一些改变的点。 嗯, Juple 8的开发也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 呃, 到目前状态还是一个Beta的版本。 我相信,呃, 很快就会发布正式的一个版本了。 呃, 对于Juple 8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 呃, 呃, 采用了企业级的PHP框架, Siphoning的部分的空间。 呃, HTP, 路由等等。 当然, Juple 8的编辑器, 所以, 当你一安装完Juple 8, 你就可以使用了。 呃, Juple 8对于多语言的一个改变, 主要就是Juple 8更加底层的去实现一个多语言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更加方便的使用Juple去开发一些多语言的网站。 呃, Yaml的格式的文件形式保存到文件里。 这样方便于我们去在多个环境中去部署。 呃, 这些主题能够以更加自适应的一个模板设计去支持这些移动设备。 当然, 对移动设备Juple 8也内置了Web Service。 能够让一些移动设备通过Web Service跟Juple 8进行数据交互。 当然也可以利用Web Service跟其他的一些第三方应用, 很方便的去集成去交互。 呃, 在Juple 8当中, 对于HTML的支持是更加全面。 还有一个重大的改变, 对于前代开发者来说, 就是Juple 8中使用了新的模板设计, TOOC来替换Juple之前版本当中的PHP template的引擎。 我相信TOOC引擎可能更加适用于全单开发者更加容易的去写一些前端的一些运用。 呃, 针对于一些我们可能考虑到, 我之前做的Juple 6的网站, Juple 7的网站, 能不能快速升级到Juple 8, 那Juple 8也是呃, 呃, 在针对Juple 6, Juple 7这些站点, 内置,呃, 呃, Migulator模块, 那你能够快速的迁移Juple 6或者Juple 7的网站到Juple 8当中去。 我相信呃, 好的, 谢谢Atherite。 啊, 这些是Juple的一些学习的一些网站。 另外, 另外, 如果你想尝试着去用一下Juple, 但是呢, 你啊, 还不准备在你自己的电脑上设置一个环境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这个TryJuple, 里面有一些在线的Juple安装, 然后试用的一些网站。 你可以去试一下, 看看Juple, 诶,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CMS系统。 好吧, 啊, 今天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有疑问, 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联续我们, 我们会非常乐意的, 啊, 回答你们的相关Juple的问题。 谢谢。 谢谢大家。